啊哈,大家好,我是Ethan 那今天呢,我们来讨论一下 就是在2021年,买6K还是买6K Pro 那如果有看过我之前6K Pro评测那一期的朋友 应该会知道说它具体从6K上升级了哪些特点 包括像内置了ND滤镜啊,续航增加啊,体积变大啊,对不对 然后还有第五代的色彩科学 所以今天我会从几个大家比较关注的点 包括像重量啊,续航啊,然后还有色彩科学 这方面做一些横向的对比 所以让它有一个概念就是6K还是6K Pro更适合你 那我手机上有一些它测重量的记录 那6K Pro带原装电池的状况下 也就是现在这个状态 那它现在的重量呢,是1364.8克 那6K呢,带原装电池的情况下 它的重量只有983.4克 但是你要知道 6K的续航不足以让它以原装电池的形式工作 所以一般来说大家会加上这样一套配件,对吧 就是一个电池版 加上一个F970的电池会比较不错 那这种状况下它大概能工作超过两个小时 那这样的重量一加上去 它的重量就达到了1429.4克 那比6K Pro这个样子还重了几十克 所以其实在重量上来说 如果以正常的工作状态 6K其实会重于6K Pro 那具体6K Pro这种状态不外接电池的话 它能续航多久呢 我用各自充满电的原装电池 用同样的帧率 同样的曝光 同样的编码 同样的拍摄格式 同样的屏幕亮度 那屏幕亮度这个呢我要讲一下 因为6K Pro它这次也升级了它的屏幕 所以我6K Pro这边亮度设的很低 就可以匹配到6K这边的亮度 那我同时摁一下快门之后 6K在大概40分钟之后就没电关机了 那6K Pro呢坚持了大概一个小时22分钟 等于说差不多是它续航的两倍 那这个结果其实就蛮让我开心的 因为其实如果能够连续拍摄一个小时22分钟的话 除非你的项目其实超常拍摄需求的项目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一个小时22分钟 虽然说肯定不算长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说用到外接电池了 所以其实真正工作状态下 我觉得6K Pro的外形会更加的美观 不需要外接一大堆的这种配件 好那关于最主要的画质方面 那其实它们两个的传感器是一模一样的 拍摄格式也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6K的固件 如果你还没有升级到7.3 仍然是6.9.6的话 它的色彩科学仍然是第四代的色彩科学 那6K Pro呢 它直接就内置了第五代的色彩科学 但6K的也可以直接通过固件升级来 升级到第五代色彩科学 那如果你已经有6K的话 你正在考虑要不要升级到第五代色彩科学的话 我也同样做了一个横向对比 那我仍然还是一样 我用同样的镜头 同样的曝光 同样的白平衡 同样的编码和格式 然后呢 我带到外面去拍了一些同样的场景 那我得出几个结论给大家看一下 那原片方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第五代的色彩科学 要比第四代的看起来更灰更平 那所以理论上 它应该会包含更多的动态范围 所以以前给第四代色彩科学用的一些LUT 在第五代上就不能用了 那在后期方面呢 那我倒入进 我现在的17.2的达芬奇版本 我发现第五代的色彩科学 它在摄影机原数据里面 它就直接把色域压缩给勾起来 那色域压缩其实就是色彩防溢出 所以呢你会发现说 如果默认状况下倒进来 然后呢 我如果用HDR工作流 如果不懂的话 去看我色彩管理那些 我如果用HDR工作流 我用达芬奇广色域直接勾起来之后 可以看到这个适量图 它的这个色彩已经被 感觉被限制过了 可以明显看到 它边界已经有一个压缩的感觉 那第四代色彩科学 它默认是不会勾起这个的 所以如果你画面有出现 比较严重的 尤其是红色的色彩溢出 也就是饱和度过高的状况 第五代会默认帮你直接压回来 那第四代你还要去手动压 但是其实都是可以压的回来 那如果你是Blackmagic RAW的文件 你导入到这个达芬奇里面 你在SDR这个709的工作流下 你在CAMERA RAW里面 把套用Rod勾起来 你会发现它们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那第五代色彩科学呢 它对比会相对低一点 所以呢它画面会显得更柔和一点 但是如果你在达芬奇广色域 也就是HDR工作流的状况下呢 因为它们是BRAW嘛 就直接还原回来 所以它们在HDR下面的自动还原 我觉得是非常接近的 几乎看不到什么太多的不同 关于红色溢出问题 你如果6K Pro 你没有用它内置的ND滤镜 那其实它红色的溢出还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是在达芬奇里面 那个CAMERA RAW 它自动会勾选那个色域压缩 所以看起来是没有溢出 但是你如果用了ND滤镜的话 我也做了一个拍 比较高饱和的红色东西的对比 好那现在看到我达芬奇里一共导入了5个素材 那从左到右分别是6K 6K Pro没有ND 6K Pro2档 6K Pro4档 和6K Pro6档的ND滤镜 分别展示的效果 那6K Pro这边我在CAMERA RAW里面 把这个色域压缩给它去掉了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未压缩的原色域 我现在是在广色域下工作 所以它等于已经自动还原了一级校色 那可以看到6K和6K Pro没有ND的这两个素材 对比之下它们的颜色是非常接近的 包括适量图这边 它们的饱和度也是几乎是一致的 那可以看到红色这边 确实尤其是在光源的地方 有比较明显的红色溢出的状况 光源的那些小灯珠 看起来都有那种很刺眼的灼烧的感觉 那我们再来看6K Pro上了ND滤镜的效果 2档4档6档 它们色温上都会慢慢的往冷偏 尤其是在第6档的时候 色温会更偏冷一点 我们可以从画面配合这适量图来看 那可以看到红色光源这边的那种灼烧感 确实是有非常大的提升 红色光源这边并不刺眼了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 它这个红色的光源变得有点洋红的感觉了 所以总体来说 6K Pro在ND滤镜上的防溢出的效果 在视觉上对光源有一定的灼烧感的降低 但是在饱和度的意志上 还是要靠Camera Rod里面的这个色域压缩 把它勾起来 那可以看到就是6K Pro相比于6K来说 确实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 包括在重量和体积上也有很大的提升 但是有一些升级我觉得还是不是太舒服 那第一个就是它的续航虽然已经到了 一个小时22分钟的拍摄时长 但是这个时长对于比较高负荷的工作来说 其实还是不够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它相比于6K 它的一些内置的功能还是没有添加上去 比如说机内删除素材的功能 那确实作为电影机来说 机内的文件管理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大部分电影机都没有这种功能 但是作为现在来说 慢慢在往前迈进的这个影视行业的器材 有一些功能确实应该是考虑到用户的角度 因为以前的电影机是给大剧组用 可是现在很多电影机都是给单兵作战的一些摄影师用 所以用户群不一样 其实相对的功能来说 我觉得应该是需要再往前迈一步了 那价格方面呢 6K Pro比6K大概贵了500美金 那它多这么多功能 尤其是ND滤镜的加入 还有屏幕的升级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蛮合理的 好那今天这一期6K Pro和6K一些重点功能的对比 就在这边 那我们KO就在这边欢迎加入讨论 那今天就在这边 有空我们来做